一定会有产生错误 这地方的话要特别的注意 implement 然后计程 实作这两个 i every 跟 i show 这里的话程式码大概是这样 请各位等一下再增加 其实主要就是第二个 第二个是这个 interface 再加一个interface 然后 i show 就可以 然后里面的话 void show 就是不做任何事情 OK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7到10行的程式码 那再来的话呢 我在把刚刚的cycle部分 implement后面再加一个do.show do.show do.show之后的话里面程式码建构值也没有不一样 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在show 因为我要实作这个show的地方 所以我必须要建立一个void的show 那里面的话这个show要做哪些事情呢 就是输出什么呢 圆心x的坐标 然后圆心y的坐标 圆半径为多少 所以最后输出的话呢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它会第一个会先 那我们实作的话 实作哪些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主程式部分的话呢 主程式部分的话 就是一样 主要是多一个c 和点c.show 所以呢这个地方先执行上面圆面积 show的部分就是把这底下这三行输出 所以最后看到的结果的话 就一定会有四行的资料 圆面积等于多少 圆心x的坐标为多少 圆心y的坐标 圆半径 所以会有四行的结果秀出来 那show的结果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完成的结果 各位可以看到 实行出来的结果就是 现在各位画面上看到的 圆面积多少 圆心x 是y跟圆半径 这个地方 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讲有关于多从 这个多面 多这个 实作 多个界面的 这个流程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大概了解一下 多界面的部分 ok 这个地方 试试看 好